大街上大小朋友都戴起口罩 大年除了原本应该热闹的街头 却变得非常冷清 除了天气突然变冷 还有这个原因 澎湖医院外贴起公告 提醒曾经前往中国的民众 如果出现发烧症状 得千万要在门外的 就怕抵挡不了 武汉肺炎的病毒威力 除了台湾本岛已经出现确诊病例 澎湖三种25号通报 两名疑似是武汉肺炎患者 其中一名11岁女童 这个月11号到18号期间 曾经和家人到苏州玩 返台后发烧到38.7度 另一名38岁的患者 也在日前从中国回澎湖后 出现咳嗽发烧症状 而女子家人也被列为追踪名单 有没有觉得怕怕 有一点吧 台湾开始我们就一直在带 怕被传染 对啊 我觉得还好呢 我根本 我根本不知道 就怕看不到病毒 藉由传染途径 侵入自己体内 虽然澎湖三种 谨慎将两人接触的相关人士 收置在负压隔离病房 检体也在26号送到台北检验 新型冠状病毒 威力不容小觑 民众除了避免到人多的地方 还是戴起口罩比较安全 三十文文婉与叶维香 报告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